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項商品 這個是BWS-125 那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介紹的東西就是BWS-125的這個大牌架 然後再加上一個厚土足的一個套餐 那這個套餐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PO過了 那我想呢 在時間上的不同 那我們今天再為各位再介紹一次 再介紹一次 那畢竟每隔一段時間呢 我們的做法都會再更成熟一點點 那也會再更穩固一點點 那一般我們現在目前選用的東西有兩種 那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一個KYL的一個大牌支架 這是一個大牌支架 那它的斜度會在45度 45度以下 45度以下 然後呢第二個呢 我們是選用二搞手工廠的一個 CNC的大牌支架 那當然目前各位所影片看到的是KYL了 但是我們做法是一樣的 那當然價格上會有不同 畢竟二搞的商品呢 呃跟這個KYL商品 一個是鐵的一個是鋁而金 CNC切削的 那價格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各位在此說明一下 那選用這兩個東西再加上 RSZ的一個厚土櫥 RSZ的厚土櫥 來做一個整體的搭配 那這個車主因為這個 目前還沒有更換這個 呃一個後內土櫥的一個部分 所以看起來並沒有那麼簡潔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可以把內土櫥的部分更換成一個 後內土櫥 會讓整體的視覺上的一個效果 更加的一個簡潔 會覺得後面會看起來更空更好看 會有點這種極簡風的感覺 齁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整體的造型 齁 很簡單的一個 RSZ的一個厚土櫥 那斜度呢 那正好也是在45度以下 然後也不會有這個可調的一個情況 那基本上 麥克商戶出品 我們改的BWS厚土櫥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齁 大家可以看到齁 我們不會這樣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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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像一直跑 或是騎的時候會一直在那邊抖抖抖抖抖抖 我們做的絕對不會這樣子 絕對不會這樣子 絕對不會這樣子 一定是非常的穩固 一直非常穩固 那喜歡的朋友們 那可以到麥克商戶機車精品來 這個進行現場改裝 那這個東西是必須要現場修改的 如果你買回去的話呢 大家必須看自己的能力 是否能夠有安裝 因為這個是 重複一次 這個是需要現場的修改跟安裝的 那價格高貴不貴 可以歡迎到我們影片的正下方 麥克商戶機的精品的一個粉絲專頁 也可以到我們的這個 下方的拍賣連結做參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